再次送给三位 最后一期快点一下 我们马上也要请 我们比较重量的嘉宾 其实应该早点请的 但是好饭不怕晚 拿过很多世界冠军 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如今呢 心直口快的解说风格 让大家直呼 想把它焊在解说台上 这个愿望我们就实现不了了 争取把它焊在脱口秀的舞台上 掌声欢迎王萌 大家好 我是王萌 这个脱口秀的舞台啊 有一点很期待 很高兴来到我们今天这个 怎么办脱口秀的专场啊 但是我有个疑问 为啥体育这场 没我呢弹主 这个世界冠冠军嘛 压轴 哎呀 不得不说 你还是李大会说话 哎呀 我花了这么多年 都没他原话 是不是 咱今天这个主题就叫别憋着 别憋着呢 特别适合我 为啥适合我 你们都知道 我就是嘴停不下来 当时我也没想到我的眼睛就是耻弄这么火 是吧 然后呢给那个黄简祥老师憋成这样了 上次人来的时候 录完你们节目给我发微信 哎呀我跟你说呀 你不知道 一个人说话有多么的爽 我说 嗯 怎么能不知道呢 熟悉我的都知道 我被观众称为短道大魔王 经常呢 有对手一听到我参加 都想退赛 所以啊 我经常在赛前鼓励对方 哎呀 比赛成绩不重要 你只要来参加比赛 在我心里 就已经是 亚军了 没办法 姐的眼睛就是齿 姐的嘴巴就是直 现在很多人说 我是他们的互联网的嘴涕 是吧 刚开始我还不清楚 后来我一了解了 就是很多人看网上说 说谁说话说得比较好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哎 然后呢就说 你是我的嘴涕 是不是 但是我不太推荐 大家老用这个词啊 为啥呢 如果你每天都在互联网上找嘴涕 那你 这是不是嘴笨 当然了 如果做嘴涕是吃好吃的 那我挺愿意替大家尝个鲜 比如 海天蚝油 吃火锅 吃烧烤 都可以加一点 我已经替你们尝过了 先到心坎里啊 是吧 我录了很多综艺啊 录了很多节目 也和一些艺人 大家在一起录 然后呢 其实跟我录过节目的人都说我 说这个 蒙姐啊 在镜头前 和在镜头下 其实她都一个人 不会去为了镜头 去迎合任何人 是吧 战总 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都特别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靠的不是迎合别人 是迎别人 确实是迎了很多人啊 然后也得了很多奖牌 这个事儿 然后真是啊 我给大家讲 我之前我回我们老家 我的老家乡 家乡呢 建了一个短道速滑的冠军博物馆 然后呢 他要找一些这个奖牌在管理 我就把我这鞋打包吧 打包我带回去 带回去 我过安检的时候 人家安检大哥 就是问我这包里都有什么 你知道吧 我说没啥 没啥没啥 就是一些金属 没啥 然后呢 这不行 这 你把东给我拿出来 最后我真没办法了 你知道吧 我只能跟他摊牌了 我一摊牌出来 哎 五十来块金牌 摊在那里 他就说完 问我 哎 你还有没有了 我觉得其实吧 我这个包里边还有十多块银牌 十来块铜牌 但是没办法 拿不出手了 退役之后啊 我也开了一家体育文化公司 我都没有对外招人 我都没有对外招人 只签约了一些退役运动员 就是想给他们一些在就业的机会 过程也很简单 就是拿着冰刀 在他们耳边轻轻地问 签不签 一般都直接签了 当然也有一些玩标枪的 玩基建的啊 签约过程也是比较曲折 对 当然了 这些啊 都是开玩笑 所以我签约以后 在我们公司 和所有的运动员 感情非常好 跟公司员工也非常好 签约呢 并不是为了挣运动员的钱 而是希望能有更多退役运动员 能挣更多的钱 所以大家感情相处比较好 他们都宠着我 在外 我是大家的盟主 回到公司 我就是他们的 可爱的盟盟 说了挺多 最后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 干啥都别憋着 该摊牌的时候 咱就摊牌 同时也希望大家 别再让我到你们的 互联网嘴涕了 你们要学着 自己说话 自己去得罪人 谢谢大家 我是王萌 恭喜 冠军 谢谢 谢谢 鸿姐 冠军说话就是硬气 到此为止 本场的所有脱口秀 表演就到这里 结束了 但是作为最后一期 怎么可能就这么结束呢 既然叫憋憋着 还有两位朋友 在工作和生活中呢 都积攒了非常多的怨气 尤其是一位来自隔壁朋友录制的朋友 一个搞说唱的 一个搞脱口秀的 实在憋不了了 咱们接下来就听他们说一说 掌声有请 王勉 以及你的男孩 ATD 你们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剑耀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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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